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我市境内的太湖地方呢 大概是172公里 那么沿线的乡镇这个区县 连续每天是安排 差不多600多人在寻地查险 那么确保及时发现险情 那么及时上报处理 那么像我现在 从我现在所站的位置看过去呢 未来一段时间 太湖地区还将有强见影 我们预计在15号以后 我们预测台湖地区的水位 将毕竟保证水位4.6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